大家好 這部影片呢是平面鋼體轉動系列的第一集 系統 動能 與角動量 那在討論系統動能與角動量之前呢我們要先來了解一下 整個系統要如何描述 假設我們的系統位在我們參考坐標系的這個位置 系統呢他是由眾多個指點 所構成 系統中他當中的指點可以用RI 這個向量 來描述 那什麼東西可以代表這個 系統 他的所在位置 也就是我們的執行位置 執行位置呢其實就是 系統中 每個指點 位置的加權平均 他的權重是每個指點他的 質量 接著我們就來討論一下系統 他的限動量該如何做計算 我們系統的限動量呢 是系統當中每個指點他的動量的總和 因為呢我們的 磁心速度 就是系統中每個指點 他的速度的加權平均 就可以知道他與 動量的關係 系統的 動量就可以用 系統總值量去 讓磁心 幅度 就是說呢我們的系統可以用一個 單一的指點來描述 他這單一的指點呢相當於系統的總值量 及系統的磁心速度 那我們就可以用紅色這個向量 來描述這個指點系統的位置 接著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系統他的總受力 那系統總受力 要如何做計算 首先我們要先來知道一下 每一個指點 他的受力狀況 我們 第1個指點 他的總受力 總受的外力 系統外給他的力量 以及系統內部 其他指點給這個指點的作用力 就等於 這個指點 這樣乘上 點的加速度 就等於這個指點的 動量 所以時間的 接著 系統的總受力 就可以 把它加總起來 把每個指點 他所受的外力 內力 給加總起來 那因為呢我們每個指點 他是 沒有內部結構 所以他給自己的力量 為0 因為 牛頓第3運動定律 指點 他的交互作用力 會有存在一個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 力量 因此 我們 系統 所受到的 內力 為0 因此 我們系統 他的 總受力 狀況 是 需要計算 每個指點 他所受到的外力 即可 會等於 系統質量 乘上 系統的 加速度 接著我們就可以去計算 我們的系統 總動能 系統總動能呢 我們可以 將 那個指點 他的動能 加起來 接著 我們 如何去計算呢 首先 我們定 定直心 為 原點 和 他第i 個位置 第i 個指點 他的位置為 RI bar 那他RIbar的 位置就會等於 RI 表 R dn 就是 原本指點的位置去剪掉 這個指點的 定位置 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RIbar 就是 這個向量 RIbar呢 就會 等於 RI 去剪掉 系統的 指針位置 因此 我們的 從直心 觀察 每個指點 他的速度 是 指點原本觀察到的速度 去剪掉 系統的指針速度 因此呢 我們的動能 會等於 二分之一 I 括號 DI 跟自己的內積 就等於 二分之一 by 平速度 加上 從直心觀察 以及指點的位置 自己的內積 就可以將他拆成兩個項 就是 直心 動能他的 部分 以及 從直心 觀察 每個指點 他的動能 所以呢 系統的總動能 系統 整個直心 動能 加上 系統粒子 系統的指點 相對於 直心 觀察到的動能 接著我們 最後來了解一下 系統 角動量 如何計算 那系統的角動量呢 等於 系統 每個 指點 位置 對系統 指點 的動量 做外機 那每個系統 總共的 一舉 就是 角動量 對時間的微分 會等於 電 速度 對指點的 重量 做外機 會發現 給0 加上 指點的位置 對指點 他所受到的力 外機 為什麼 這等於0呢 因為 降量 對自己做外機 給0 接著 我們 就可以將 上面的式子 化成 指點的位置 對 分別對內 內力 以及外力 做外機 因為呢 我們 指點的位置 取對 利 做外機 會等於 他的每個反作用力 做外機 那其中 Ij 會等於 Rj 會等於 Ij 加上 I 之後就可以 互相消掉 最後剩下 每個指點 他的相對位置 對他的 交互作用力 外機 因此呢 我們的 力矩呢 會等於 指點 受到的外力矩 與 力子之間的 交互作用力 所造成的力矩 因為呢 我們力子之間的交互作用力 它是一個 延伸力 所以 延伸力 與他的位置 會互相平行 因此 他們的外機 會等於0 因此 我們 系統 所受到的 總力矩 會等於 系統 受到的 外力矩 接著我們的攪動量 合作計算呢 就是 磁心的位置 加上相對於 磁心 一指的 在位置 去對 磁心速度 加上 相對於磁心 觀察到的 指點速度 或外機 當他展開來 會得到 磁心 位置 對磁心速度 外機 再加上 磁心速度 對個別的 相對於磁心的 動量 外機 一 相對於磁心的位置 取對磁心速度 或外機 再加上 相對於磁心 觀察到的 動量 因為呢 我們 相對於磁心 所觀察到的 動量 會等於 每個指點 他的動量 叫磁心速度 就是磁心的動量 會等於0 並且 磁心 觀察到的 位置 會等於0 所以 有幾個向 可以直接 交掉 因此 我們的最後 系統 的 角動量 都會等於 磁位置 對磁心 動量 外機 加上 相對於 磁心 每個磁點 他的 角動量 這部分呢 就是 系統的 磁心 動量 這部分 是 系統 磁點 相對於磁心 所觀察到的 角動量 他分別代表什麼意思呢 其實系統磁心的 角動量 相當於 現討論的 行星 到的 角動量 就是 地球 環繞太陽 系統 他的 動量 那系統 磁點 相對於磁心的 角動量 代表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 行星 自轉 或者是說 自旋 升的 動量 在下一集會 想解一下 如何去計算 一個鋼體 他的 轉動罐量 如何